好 所以呢 they 这个they是指the rich people 当时候的欧洲人 或者那时候的有钱人 当时候的欧洲人呢 就会 with often 他们就会经常呢 cover up 他们会掩盖呢 他们的身体 completely 也是完全的掩盖起来哦 whenever whenever是no matter when no matter when翻成 无论何时 no matter when they went out 无论何时 只要他们出去 他们就会怎么样 cover up their body 就会掩盖住自己的身体 而且是完全密不通风的盖住哦 为什么 in order to to等于in order to 后面加原V in order to make sure 因为他们想要去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呢 that their skin 他们的皮肤 会stay as feel as possible 他会希望他们的皮肤 能够保持 来各位帮我把保持画起来 stay后面要加形容词 fail 希望能够保持fail 保持白皙 那保持的程度是 as as possible 什么是as as possible呢 翻译成尽可能的 那中间放了形容词 或放了副词都可以哦 as feel as possible 就会翻译成尽可能白皙的 所以呢 they will make sure 他们要确保 their skin stay as feel as possible 他希望他们的皮肤 尽可能保持fail 昌白 好 所以they will cover up their body completely 他们会完全地掩盖住自己的身体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欧洲人的衣服都会像这样子 对不对 就算大热天也会穿得像这样 因为就是一种保护自己 尽量不要晒黑的状态 好 那其实没有钱的人也没办法穿这样嘛 最后呢 我们看 那我们回到今天咯 今日的审美观呢 我们现在2020年世代 大家的审美观又是什么 What would these people of the past 那请问如果有机会 让过去的人 the past 就是过去的 of the people this people of the past 就是过去的这些人 What would they think of 这些过去的人呢 What would they think of 他们如何认为 他们如何想 我们today's image today's image of idea beauty 今日呢 的形象 就是理想的美貌 ideal是理想的 beauty是美貌 这个理想美貌的 今日 today's image today's image 我们2020年的形象 他们会怎么样看呢 我们今日的形象 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有一个长长的线 然后补充说明 他要告诉你 今日的美貌 我们的理想美貌 是长这样哦 女生要skitty 要瘦瘦的 skin 像骨头一样 越瘦越好 极瘦的 而且要brown skin的 你的皮肤呢 尽量要被 已经被晒成brown 中肤色的 好 这种brown skin的 中肤色的super model 这些超级名模 他们呢身上都 with bleached white teeth 他们身上呢 都牙齿都具备着油 bleached bleached 这是漂白过的 是这种漂白 极白的white teeth 有极白的牙齿 但是皮肤肤色 又是咖啡棕色的 然后又很瘦很瘦 skinny 这三个形象 跟过去的人 是有很大的落差 对不对 唐朝人要胖 但我们现在是瘦 白 然后呢 欧洲人要白 但我们现在就尽量 晒成健康的中肤色 还有呢 日本人说他黑牙齿 但我们却是bleached the white teeth 是极漂白的牙齿 那what would this people of the past 这些过去的人 what would they think of 他们会如何看待 我们today's image 我们今日的形象呢 好 they 这些人我觉得 他们应该会昏倒 they the people of the past 这些过去的人啊 would probably 他们很有可能会 consider this person to be very ugly 如果这些过去的人 来到我们现在 他们可能就会认为 这些瘦瘦的超级名模 to be 视作为非常丑陋 very ugly 像我们在海报上看到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觉得 天哪 怎么长这么丑 这会不会是女仆 但是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漂亮 所以你看 the ideas of beauty 美貌 它的理想 这个理想是名词 它加了s 有很多的理想跟标准 对不对 美貌有很多标准 are always changing 其实很多标准 是在不断的跟着世代 在改变的 特别是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times and in different culture 特别是当你人 在不同的时代 在不同的文化 我们的ideals 我们的standards 标准会永远的 changing 会改变 所以千万没有 完全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价值 however 然而呢 one thing always remain 但是有一件事情 永远会remain true 有一件事情 永远会保持真实 永远会保持为真 就是people want to be good looking 不管哪个